6月14日,为了感谢香港警察在12日发生在金钟一带的暴动中,保护市民,维护社会正常秩序。 香港多个团体来到香港警察总部,对警察表示感谢。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的成员们,高喊着支持警察,严正执法,适当使用武力,平定暴动的口号。 以此来表达对警察严正执法,维护香港安宁的支持和感谢,并对受伤的警察表示慰问。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在表扬警察,我们慰问警察的,因为我警察在6月12日,他受到伤害,我们是警察是为了执政作法。 香港工商总会的一名成员表示,修例是为港为民的行为,参与当日暴动的年轻人是被有心人利用。 他对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务表示严重不满。他支持香港警察12日使用武力执法,并向全体警务人员致敬。 因为我们在电视全部都看到的了,OK,那么他们用个砖,用很多东西呢,这个就说是很不正当的,OK, 很多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不支持这样的,那么我想呢,有很多呢,是没有去看清楚那个条例,那个内容,OK, 也都是外国的势力呢,在那里推动,造成这一次是这样的,我们现在呢,就是说要香港呢,是可以稳定了,OK,就是各自呢,要做自己的事。